哈囉,大家今年過得還好嗎? 我是明聰 過年快到了 大家應該都開始在準備年菜了吧 那今年呢 明聰也幫大家準備了幾道年菜 要跟大家分享喔 跟著明聰一起做 做出一桌好年菜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這個松鼠黃魚 鳳梨的話 我是直接買那種鳳梨罐頭 就是切好的 甜甜的那一種 增加它的口感啊 好,我們先將這個鳳梨啊 一開六 三刀 然後備用 番茄啊 把頭去掉 一開八 先對切 之後把它中間這個心去掉 畫十字 兩刀就可以了 這個鳳梨啊 這個紅魚啊 我在買的時候已經請攤房幫我吧 裡面的塞都已經去乾淨了 那我們就把它這個起都切掉 直接用手撕就可以把它撕起來了 很簡單 然後我們從肚子下面把它剖開 魚蛋 魚蛋等一下可以炸一炸 變成魚蛋沙拉 裡面這個有一個 有像氣泡的東西啊 這個要把它拔掉 這裡面那個血水啊 我也會把它刮掉 魚它中間有一條龍骨 然後我會直接朝這邊 把它的那個骨頭切斷 不要切到皮哦 就慢慢修就好了 反正也不急嘛 這一條是骨頭 然後我是沿著這個龍骨邊 把一邊的魚肉先取下來 然後我沒有切斷 我現在要取另外一邊的魚肉 你就往上貼 刀子往上提 貼著魚骨切 這樣你就不會切掉過多的那個魚肉 然後一樣哦 拉過來之後 這邊貼著魚骨切開 用刀背 頭這邊 龍骨這邊頭敲一下 這樣我們整條魚 都沒有斷掉 然後 然後 就切下來了 接著啊 我們它有幾根大骨在旁邊 我會把它修下來 把刀子在切的時候往上提 就會貼 你就會貼著你的魚骨 然後把那個刺修下來 好這就是那個 一根一根的就是它的骨頭 你可以摸一下 就沒什麼骨頭了 接著啊 我們要在那個魚肉這邊畫刀 先直的畫 你們用刀尖畫就可以了 不要傷到魚皮哦 這樣子 然後 再來是 斜刀 那你的魚肉就會變成這樣子 一束一束的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準備一鍋水 你們在家裡就直接在水龍頭下面洗就好了啦 然後把它稍微魚稍微洗一下 之後我們就可以沾粉囉 全部都要沾到 然後 你要把那個 你剛才切的這種菱形把它打開 這邊也全部都要沾到麵粉 沾到麵粉 沾好之後你可以稍微甩一下 把多魚的粉甩下來 之後就可以準備油鍋來 炸黃魚囉 我們起一個油鍋 然後 開大火 溫度大概讓它180度左右 我們先這樣子拿著 然後先讓它炸下面的這個 魚 魚身的部分 因為你這樣子拉著啊 它才有辦法把它那個 鬆子的形狀炸出來 等它稍微有點定型了 我們再慢慢把尾巴放下去 然後再把頭也放下去 我們把火關小一點 讓它慢慢炸 可以聽它那個油炸的聲音 變小聲了 它就是表示快熟了 裡面的水分都被炸完了 那我們就可以翻面囉 給你們看一下 我背面就會長這樣子 就是有一塊一塊一塊 像松鼠這樣子 我們接著要來煮醬料 那個鍋子燒熱之後 加一點油進去 番茄醬加進來 我們要先把番茄醬炒香 然後順便讓它收一點水 然後將糖加進來 醋也加進來 番茄 鳳梨 番茄會出水 所以就讓它煮一下 收一點汁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想要讓它亮麗一點 可以再加一點香油上去 最後把它淋到我們的魚上面 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的松鼠黃魚就完成囉 整塊魚肉還在冒煙 好吃 我搭配鳳梨也好好吃 那鳳梨是甜鳳梨 這樣子炒起來 就酸酸甜甜的 搭配魚肉 就好下飯嘛 魚啊不一定要買黃魚 基本上 大條魚 淡水魚 或是海 海水深水魚 都是可以的 就只是它在 肉質上會有點不同而已 那其實做法都一模一樣 可以幫到我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如果在操作上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喜歡的冥蔥 那也祝各位新的一年 恭喜發財 事事如意 我是冥蔥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收看新影片 點擊優房影片欄 還可以觀看更多喔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